玩具TV第27季第9集 什么叫做 拿不完啊 根本的Scream 拿不完 神经病 好了刚刚刚玩完变形金刚 再之前我们都玩完变形金刚 我们继续都是玩变形金刚 今次就玩回爸爸系的变形金刚 是的 就玩回变形金刚 好了 这个变形金刚刚 Wise of the Beast 下个星期就上了 是 我们是不是会看 多谢阿迪 我们会第一时间收看 期待到底奥迪姆里面有什么表现 我都很期待 因为真的很帅 这次先介绍一下 今次Wise of the Beast的玩具系列 早上了 之前早几个星期 我都介绍了以前 有一个Wave 已经出了 有大黄蜂 有飞准 今次就见到 真是野兽派 每一个系列都有一些出来了 这些介绍 我需要不断撿开盒子吗 其实也是介绍一下盒子 反而是大家最熟悉的 例如Deluxe Deluxe系列 这些是Jack Nightbird 桌面上高也有奥迪姆 又有奥迪姆 这些是我们耳熟能场玩 那一只 还有一只 那一只 Rhyno 这样一会我们可能就画了 这个才要变 这个是另一个系列 这个系列最好玩的军击变形战士 什么叫军击呢 最有趣的地方是自动变形 请留意 只要有三个步骤 它蹲蹲蹲蹲 它就会自动变形 现在看 第一个 1 2 3 哦 这就变了 威武的奥迪姆 带反公司是最好玩的玩具 他很接近 他喜欢玩到不得了 当然Rhyno 都是这样变形的 就变了 而最好的是手部关节 這個是座型一點 嘗試一下 你有軍 嘩多花錘 哈哈哈哈 這些就是玩具 這個是我覺得最好玩的 還有天災和奧帕文都有 天災? 好,介紹完 先拿開 除了這些之外 有些新的叫狂獸聯盟合體金剛 就是這一類 這一類今集我未必會介紹 因為留在和小朋友 Lawrence的兒子 和他一起介紹的 可能下個星期 和大家一起玩 這些特別之處 就是他變形金剛 再加上一隻野獸 是組合而成的 有點像 變形有點像 海毛 哈哈哈哈 他是把 一隻動物 套上去機閃的身上 就變成沖器的海甲 再加上武裝 你用海母來用 他真的沒得頂啊? 真的喔 好似的 根本就是 就以阿屎為來了 我單單 變一變 阿屎就是我不辨認了 只要他真的這樣套下去 哈哈哈哈 嘟 我沒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好豬合實 哈哈哈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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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呢 跑錯了一場 是不是很有感覺 這件事 直頭入獄 這隻感覺 這個就是 野獸與機械的碰撞 哈哈哈哈 這隻比較小朋友一點的 就留在 和Locus一起玩 好 下個禮拜再和大家見面 好 接著又另一個 又另一個了 那 你看到這個武裝 其實這次他有一個新的系列 就叫做 這麼多新系列 是啊 小盒小盒的 小盒前面小盒 小盒前面小盒 Bestle Master 就是我們平常玩的 這隻Bestle Master 這次是以這個動物的形式去出現 嗯 居然 居然 有我們最喜歡的奧迪姆 奧迪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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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著奧迪姆 是怎樣的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到吧 有Cheetah 有小鱷魚仔 還有奧迪姆 德國我們都可以玩的 很簡單 你玩奧迪姆 你玩奧迪姆也可以 嘩 奧迪姆 奧迪姆很型 它是變成一支槍的 是嗎 變成蜜家燈 其實 怎會是變形 我都不敢說 大哥 真的 這樣的樣子 我是否已經變了型了 接上一支槍型的物體 那就是 變了型的了 哈哈哈哈 鱷魚大炮 死了嗎 當奧迪姆變成槍的時候 就是變成這支 這樣的大炮了 這樣奧迪姆 拿奧迪姆 是怎樣的呢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充滿喜感 對 又不差 麥加登 拿著麥加登的感覺 就是 不差 不差的 還有這支 鱷魚炮 哇 雙槍 非常歡樂 非常有創意 對 增添了新的武裝 嗯 好了 又下一個series 又下一個series 又另開了 好忙啊 有一個 真是給小朋友玩的 就是 有誰不是 Titan Tranger 那就是一個巨大版的玩具 但是呢 是很少step就可以變形的 小step變形 4個step 或者是 7 最多的7個step就變形了 我說4 4 7 這三個東西 你這個樣子都猜到怎麼變 真是 那對於小朋友來說呢 大和玩得 滾得是很重要的 啊 這個絕對是 比小朋友滾得很開心 正啊 那至於它變成什麼呢 就留下個禮拜啦 留下個禮拜啦 留下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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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玩的 好 又下個禮拜 好忙啊 我指我啊 入回正尼勒介紹完後 我們真的玩這次的主角 對啦 非常之好賣啊 奧迪姆 好難找啊 傳說 那我們就 首頭上這三個變了先 其他那些 就抽些時間 慢慢變了 好 就看看 這次比較重要的角色 回到奧地武 奧地武為什麼搶手呢? 聽聞好像是一雙只有一隻 不是吧 可能安南文有比較多 奧地武比較少 所以之前就搶得比較厲害 就是機械猩猩 他應該不難變 如果你玩過奧地武的套路也差不多了 變形也不算難的 嗯 我還料一下,變得很快 這些應該好得到 好,要放高一點 看看Digba的表演 變得很快 他這次的特點就是 腳掌收在腿上 就可以出機械人的腳 兩邊都是這樣變的 好,非常簡單 都是吧 把前面反轉就是後面 他這次其實 變形金剛 我覺得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你看到他變形 是 他真的變得他變形 是的,因為看到奧帕文的變形 是整個湯馬斯盆旋 之後 再扭腰 而他的手放在胸口旁 是,還有奧地武 也是一個很清晰的 即180度轉身變形 和現在大家在玩這個 真的 鞋子寶的變形金剛 也不是有太大分別 這樣就變成了奧帝文 對 當然他有招牌的雙刀 是 是 二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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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流 那一棟絕對夠玩 正常 非常之精彩 但有些劇中 例如是 鏈刀 或者是 手炮 會不會是其他方法 呈現 可能有不同的class 將來會 有機會大家去試一試 好 玩就交給我 變就交給你 好 繼續 到這個Nino 就是一隻西牛 變形都非常簡易 它有一個很直角的尾部 是一隻機械西牛 主要是上半身和下半身 變形都非常值得 基本上很快就可以變形 一扁的時候 然後 努力的滴霸 有些時間 它反而就著變形相對 應該是三界裏面 叫做最多步驟的一隻 有些複雜 但其實不複雜 很值得 最好是它的背部 就是它的大隻佬的造型 還有一支 好像鋸去紙裝的機關槍 都是那句 小朋友又開心 大朋友又開心 好 接著到最後 再看看阿柏文 這次阿柏文 貨車的形狀 絕對接近G1 連變形結構 都是保留一隻手 曲 摺在腰上的變形方法 而看到它的尾部 摺在尾部都非常漂亮 摺在尾部 來了 其實會否變得厭 文哥 每一次玩都有新的驚喜 這個也挺好玩 也不錯 最近的套路都是這樣 用這個方法收 收 手的部分 看到這個 很G1的變形 雖然它不是這樣放進去 咬到背部 但是那個變形的套路 絕對相似 而這個位置 也是一個比較重 新的方法 摺在一起 摺在一起 所以整件事是很直覺的 最喜歡玩變形 就是玩這麼直覺的變形 應該也有機會出MP 到時候會怎樣 就是頭部 打開這個之後 整組摺上去 摺上去 摺上去的時候 胸口會輕輕爆一下 對 算是連動 這個也挺過人 真是很直覺的 變形變得 除了腰 就真的像大家看Trailer 360度 180度磚 而這次的腳 這個造型是非常精彩 我喜歡這個變形 很棒 整組移下來 整組移下來 在腳裸關子 這裏 反過來 四組反過來 正 多好 非常精彩 好像塞了一個車輪 塞了腳底 是嗎 不是 不是 那個是 災貨櫃的東西 過癮 最好的 油缸 最近都是用這個方法 收在這裏 變成外形很漂亮 收得 已經變完了 搞定 是不是很爽 YES 基本上 柯柏文 非常之 外觀 這次 整件事都很濃 好 再加上 配色 其實如果出一些再高端一點的 都非常之期待 又可動 又可以這麼直角的變形 是非常之舒服的 對 最重要是剛才那一扇 那扇武器在哪裡 嘩 拿著武器 拿給你 我想要奧地武 對了 這樣就可以並肩作戰了 哈哈哈哈 好一句並肩作戰 喂 怎麼拿著我 拿著我 好了 這次就是 好了 概覽了這次 變形金剛 Wife of the Beast 系列的產品線 有機會 會再跟大家 繼續 去逐個慢慢介紹 嗯 好了 稍後見 差不多了 我們玩 變形金剛都玩得 真是厲害 好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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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